音乐是我的爱好 之后演变成了职业 爱好变职业 这可想是多么大的幸运和满足 如今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感觉自己的生活总是被音乐眷顾着 这一路走来 我想音乐给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使我懂得了感恩 我大学主修的是唢纳馆子双专业 我馆子继续攻读硕士的时候 不曾想进成了中国第一位馆子硕士 馆子的音色是非常迷人的 很有音乐内涵 我对这种声音是没有抵抗力 它总是能很轻易地 就把我的心给勾走了 目前研发成功的 这个很容易吹奏的新馆 是2017年 我邀请我的学生刘江参与一起 于2019年底做出了第一支成品馆 很大的改变 就是把双黄片改为有吹嘴的单黄片 关于这个英文名 我们新加坡华业团行政总监何伟山先生 帮忙取名叫大写的SING小写UAN 牢牢地打上了新加坡的印记 《胡家十八拍》这首曲 相传源自东汉末年女诗人蔡文基的诗 描述她一生悲惨的遭遇 战乱中她被匈奴俘虏了 做了左贤王的王妃 并生下一儿一女 十二年后被曹操以重金赎回 蔡文基怀着悲喜交加的心情 回到了故乡 却有饱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折磨 她带着无限的悲痛 写下了这千古传唱的《胡家十八拍》 《管子曲》只绝选了原曲的几段 但全曲仍离不开一个凄凉的妻子 我年轻时追求完美 每次演奏这首曲感情投入的会比较狠一点 演奏之后情绪一时难以抽离 现在年龄大了 学会了放下 《胡家十八拍》这首曲呢 是使我在音乐演奏上领悟开窍的其中一首曲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 中央音乐学院著名管子教授胡之后的教导 恩师的音乐修养也直接影响了我 使我感悟到音乐的乐 要有情 有意境 要能感动人 演奏